之前阿伟不是做过一期神秘4套的视频吗 然后就有很多小伙伴疯狂的给我留言说 官方根本就没有神秘4套的设定 都是国内粉丝YY出来的 是的 没错 官方的设定上只有远古3套 分别是诺亚 雷杰多和套的之王 那神秘4套这个叫法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这事要从远古的一本杂志说起 该杂志将赛家和远古3套列在一起 记载了四个来历不明的奥特曼 有人就将其误解为神秘4套 然后也不知道是谁带的头 神秘4套就这么叫开了 不过无论官方有没有神秘4套这个设定 以上这四位奥特曼 不管是实力还是地位 把他们誉为神秘4套 也算是实至名归吧 那既然如此 又有小伙伴提出疑问了 阿伟阿伟 你说令家能不能比肩神秘4套 或者说能不能作为神秘第5套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本期阿伟就给你们说道说道 这个有深度的问题 想要知道令家能不能起迷神秘4套 首先我们要先知道神秘4套的设定 以及战斗值是怎么样的 我们一个一个看 首先是诺亚 宇宙第一道光 存在于传说中的奥特曼 首次登场于Nexus TV剧第37话中 一出场就对强敌黑暗扎机 来了个降维式打击 一招诺亚地狱火 轻轻松松就将扎机打出大气层外 虽然扎机很强 但是跟诺亚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诺亚第二次出场是在超决战贝利亚迎合帝国中 当赛罗被电弧贝利亚打得油进灯窟的时候 神秘的诺亚现身了 人一出场一句废话都没有 直接把自己打造出来的神器 帕拉吉士盾送给了赛少 然后赛少用帕拉吉士弓箭 轻而易举的就将 其多人之力都苦战不下的电弧贝利亚 打得灰飞烟灭 诺亚从头到尾都没动一根手指头 我们再看雷杰多 传说中的战士 当宇宙中两股强大的力量相遇时 宇宙传说中意义生辉的雷杰多就会现身 首次登场是在高斯VS杰斯提斯剧场版中 由高斯和杰斯提斯彩色计时器相结合 在宇宙意志的作用下融合两奥诞生而成 只一招火花传说就摧毁了高斯和杰斯提斯 何力都不能伤其分毫的千招恩多拉 一招制敌在雷杰多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第二次出场是在奥特银河格斗2中 一露脸差点没把小金人给吓尿了 一招极光之力光威慑力 就直接把小金人给吓得落晃而逃 得亏你小子跑得快啊 不然肯定得领和饭了 官方对雷杰多的评价那是相当的高 甚至有战斗力为全能之神的美誉 好横吧 一个字 绝 我们再看奥特之王 传说中的超人 神秘莫测的奥特战士 有多神秘呢 这么跟你说吧 光之国奥特一族存在的时间为26万年以上 人奥特之王的年龄就有30万岁 在光之国诞生前的4万年 他搁哪混的呢 没有人知道 够神秘吧 在超银河传说中 面对举全国之力都触手无策的被老黑 奥特之王一出场 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关进了宇宙监狱 而且还将其威力巨大的终极战斗仪 封印在岩之谷里 总之奥王拥有绝对碾压对手的实力 可不知道为啥 阿伟总觉得奥王是个有故事的老爷们 我们再看赛加 赛加是由赛罗 戴拿和高斯 利用帕拉吉志顿进化的赛加气息 合体诞生的战士 也就是说 赛加是多少占点诺亚的基因的 面对极具压迫力的海帕杰顿 赛加也能压着打 海帕杰顿开了翅膀 也就只能和赛加拼个呜呜开 赛加的战斗力阿伟认为 没几个对手能扛得住 尤其是近战 顶呱呱呀 我们再看令家 令和时代的守卫奥特曼 由11位新生代的力量 结合成神秘的变身道具 新世代演进 再由优性戴上变身而成 首次登场于新生代之巅中 面对强敌邪神魔兽格利姆德 令家从容自若 单手扛伤害 属实帅气 官方为了表现令家的强悍 没有贡献出让人惊艳的战斗场景 总感觉令家的表现差点意思 关键令家右手还带着泰家火花 这让很多人误以为 令家就是泰家的终极形态的错觉 综上所述 神秘4奥在身份的设定上都非常神秘 比如宇宙第一道光啦 传说中的战士啦 但是令家却不存在这样的设定 官方只是说 神秘的变身眼镜 而不是神秘的奥特战士 战斗力方面 令家的必杀技为令家纠集爆裂 也是吸收了银河维克特利 X贝塔火花装甲 欧布三位一体 究极杰德 格罗布 和泰家三重斯特利姆 六大究极奥特曼的全部能量 发出的必杀光线 说穿了也就是借力量 相比较神秘4奥 令家缺少了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品质 所以阿伟认为 令家实力虽然很强 但却并不能比见神秘4奥 而且以后大概率也不会出现神秘第五奥 阿伟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神秘4奥作为一个时期的标杆 是特定时期造就的特定产物 就像平成三节一样 任凭后来出现的赛少再怎么强 也都不可能算作为平成四节 而且随着远古的推陈出新 以后只会出现更多新的称号 当然啊 这只是阿伟的个人观点啊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欢迎大家指正补充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奥特曼